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创意比赛尽的货币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今天我们的家庭股价指数 算是一个开高走高的一个格局 中场是上涨57点 好那解盘之前呢 我先跟这个上个 这个礼拜天 有来参与我们618活动的同学 我先跟你们说声抱歉 因为基本上四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我们后来有稍微去做延长 但是多小时时间要把这整本把它讲完 我认为啦 就是说真的是有点赶 那这个品质上面可能来讲 我可能没有办法全面性的兼顾 那当然后面我们有一些补救措施 那因为我的人是我希望就是做到的是尽善尽美 那即使没有90分 也要有60分 也要有80分 所以不管是解盘的部分 不管是我们在会员也好 或者是在做任何一个事情也好 我们都是亲善亲为的 所以我觉得我上个礼拜并没有做到我自己的标准 所以我公开的在这个节目上面 跟这个有来参加的同学 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那我们后面会在补救措施上面来讲 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这个东西 因为有些时候 每一件事情它的促成 有些时候都是一些缘分 今天如果今天各小二在操作股票市场 我如果出入股市 然后就一帆风顺 一直到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今天不会有一个叫做钟离荣的人 在节目上跟大家谈很多的事情 那今天如果说我是 我因为一帆风顺跌倒之后 就一蹶不振 那今天也不会有一个叫叫小赫的人 在节目上跟他谈很多的东西 那也就是因为如果说 当年我一蹶不振之后 我如果去这个抽签的过程 我不是抽到那支下下签 那也许我就不会再起来了 那就是历经了人情人软 这个很好很好 从顶峰摔到谷底 再从谷底爬上来的过程当中 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 希望让更多的投资人 甚至就是所谓的散户 能够知道股票市场的一个显乐 其实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所以为什么我们秩序散户的正义之神 其实这都是一片的逻辑 那其实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同学 甚至会他们都会担心说 因为我们讲过了我们会退休 那你们放心 即使你们在荧光幕前看不到我 我也会在这个社群的平台媒体里面 继续跟大家去做解盘的服务 当然后续上如果说卸下了 这个所谓的分析师的一个职责 基本上我会员的会计 我到一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不再做带会员这件事情了 所以你们知道怎么去加入这个FB 甚至加入这个LINE 那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缘分 那如果你真的很深刻的认同 那就好好珍惜吧 因为其实时间其实过得非常的快了 好 回过来我们谈今天的一个盘式 那今天基本上是一个 算是一个开高走高的盘 那这样的盘式它其实已经维持了两天了 好 就是这天开高以后然后走高 但是它又留上影线 就是一个这个实体线比较小的一个K线 好 那我先跟大家谈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是做多的 可是不是always就是叫你一路买进 因为资金的部分它是有限的 所以有些时候是一个操作的tempo 所以你看不到我在节目上每天在推荐新的股票叫你买 你也不会看到我告诉你每天都是要买买买 明天都是买点 基本上操作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绝对不会是这个 一定是有讯号出来的时候才进去 所以相对来讲就是技术分析它绝对不是每天都有讯号的 就好像你钓鱼一样啊 假设你是我经常说你如果钓信号的 信号就是浮标嘛 跟钉底的沉底钓 那个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蛮喜欢钓鱼的 因为钓鱼跟股票市场的操作 它其实都是磨练耐心的一种 那如果你是钓信号的钓浮标的 它怎么可能永远都是你丢下去 那个浮标就沉下去 那表示你的那个牵纸的那个牵纵有问题 那配纵有问题才会这个样子 那表示你的信号是不准的 所以always你就是要耐心去等待 等待那个机会来的时候出手 好 那像这个时间点我就跟他讲他不是一个时候 好那我当然也跟他讲这个背离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在昨天的一个技术班 我有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背离的这个状况 有些人可能会怪我说 为什么我在节目上没有讲说 我们要做这个技术班的这个宣传 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这一次的技术班它其实是针对特定族群的 好第二件事情是我在去年已经跟大家讲 去年的操板高手技术班就是绝版的 所以去年是八个小时 今年是四个小时 它时间上面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再来第三件事情 我不是靠这个东西来收会员 或者是练才的 但是我要跟你们讲是说 这个东西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 我总是希望说 嗯 跟投资人面对面的过程当中 失者之所以传道授业 截获折掩 那很多的疑问 大家可能透过荧光幕看起来 看起来它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希望面对面的过程当中 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在昨天有跟你们解释 背离是什么道理 那很多人觉得背离就一定是卖点吗 是吗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这我都有去把它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明 好 那当然我有跟大家谈 就是说 因为背离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小五波上涨 上去很快下来很快 那技术分析的角度 一二三四五第五波往往都会产生背离 这是波浪理论基本的定义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连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 修正满足 盘整买主流 然后均量指标 那其实回过头来 你看 这一天是大跌的 它是一个ABC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这是一个右空盘 所以我把这个盘中的圈圈把它画出来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五分钟理论 好 这个叫做五分钟理论 那当然就是说 我在会场上面也跟大家去做解释 那后面就上来了 好 那上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盘整 你看这个好玩 华尔科跟美光的合并 它在之前是利空 然后涨上来变成利多了 然后今天似乎又变成是利空了 你到底要听什么 就是这么大支的股票 你看它受消息面起舞居然是这么这么这么的这么的严重 那很简单 如果真的二十块 只有二十块要买的话 第一件事情南哥会不会卖吗 第二件事情它炒开跌停板 它为什么没跌停板吗 就是这样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 为什么会有这一段 有些时候你们真的单纯的都跟小白兔一样 为什么有这一段 然后上去的时候这些人在干嘛 好 这个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好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们交代这个东西 因为行情的看法规划 必须先讲在前面 后面你才知道要怎么做 才要怎么去做资金上的配置 今天 嗯 今天一个头顾老师 要去解盘 他 难在难在哪里 难在是 我跟你讲未来的方向之外 我还要告诉你怎么做 好 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哦 你看我们今天买什么股票 今天涨停板 恭喜会员涨停板 好 我相信你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你从来看不到我所谓的一个 恭喜会员涨停板的call 因为对我来讲 对我来说 那是没有意义的 好 重点是我买多少钱 卖多少钱 我赚多少 或者是遇到了风险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少赔多少 好 这个才是一个操盘手 要去讲究的东西 否则你今天涨停板的外一档去买 然后涨停去恭喜涨停板 你觉得那个是为了表演还是为了帮你赚钱 好 这个丢给你们去思考 好 这个我就不多讲 会得罪很多人 好 那么我现在跟大家谈 我们拉近一点 当然这个部分你们可能看不到 可是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你说 就五分钟理论的角度来讲 他跟我讲说 他要去封闭这个缺口 当然是找盘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好 那这还不算完全封闭 这个缺口的位置大概在8690点 8690点 他会去封 可是 现在目前五日军量跟十日军量的部分 他这个地方是形成死亡交叉的 所以简单说 军量又告诉我说他要下来 那我到底要听谁的 我到底要听谁的 我告诉你都听 那到底要往上来往下 好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看到 因为它是一个盘整盘 它是一个盘整盘 所以你看到他先往上去封闭这个缺口 他就会再往下了 下走 好 那如果反正你如果说 看他先往下走的话 他就会往上 所以如果说先往下的话 要怎么样 要买 如果先往上的话 那当然有些个股要调节 要换 就指数的观点是这样 那整理完以后 会产生一个三字三 所以最终的方向 它是往上走的 好 这个就是 解盘要很细腻的方向 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这个行情真的 在我的角度我真的觉得 过8840 那是倒定你干的事情 你看这个龙卷余额 这个还是大盘的龙卷喔 如果相比这个 融资的部分 真的这波真的大家 嗯 真的是害怕了啦 对不对 所以你看龙卷余额在低档 龙卷余额在高档 大家宁愿去放空 不要去放空 不管任何一支股票 你看他多么不顺眼 绝对不要去放空 你宁愿不要赚到钱 也不要这边去放空 好 因为这边放空 有些股票 6月24号以后 6月24号 今天是20号 也就是礼拜四 礼拜五 之后 很多的空单就会 就会开始屁屁串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再讲 5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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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运达头裤 钟老师 解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叫小赫 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小赫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 旧小赫 02-2781-0909 2781-0909 旧小赫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哦 标普勤拿 新闻获迪 技术实战 淘术抱抱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让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旧小赫 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旧小赫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买 这就叫旧小赫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拟击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说这个行情先上就会后下 先下就会后上 但是最终的结果它就是会往上走 好 那么现在大家谈 我刚刚讲说六月二四二十五对不对 你们会觉得说 那就是脱欧公投了的没问题 不是喔 我基本上不太看英国脱欧这件事情 好 因为在我来看 因为我研究过蛮多的历史的一个一个轨迹 大概知道他们政治人物操弄议题的那个那个手段 好 这个其实在在一些欧美的国家其实是 非常平凡的 所以我认为 我之前跟你们讲过脱欧它是假议题 好 如果他的首相可以去决定的话 其实那个首相他一定可以决定 可是他为什么要顾到选票 所以把这个东西丢到 丢来去做公投嘛 所以你放心啦 比如说脱欧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好 但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谈的是说 后面你会看到的券单的部分会开始往上走 就是会开始被嘎到 其实目前盘面上很多的股票 比如说3596的字役 好 这次股票它已经创了 你看它多久以来的新高点了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看这个龙卷 都没贪钱啊 对不对 好 这我们刚才讲电竞概念的维新 它今天来到59块7毛钱 创新高 创新高了 那你看这个龙卷 你看这个龙资 这表示多数的人不认为维新会这样长 所以他就放空它 我之前跟他谈过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今天去做空的人 跟今天做多的人 它只是先后顺序的差别 我今天做多 我今天买股票 那有一天我要卖啊 对不对 我买股票的时候我就是多头 我卖股票的时候我就是空头 那你今天就放空的人 你有一天就是要变成回补的人嘛 那就是会变成多头 对不对 好 这次股票它在6月24号的时候 会开股东会 好 那么现在股东会的部分 它不需要去强制回补 它不需要去强制回补 以前就是说 现在大概就是开股东会前两个月 做农卷强制回补而已 好 那么这些去放空宏达店的人 第一个因为他长很多所以去放空 第二个因为他没赚钱去放空 第三个就是他觉得王雪红没诚信所以去放空 好 可是从目前的一个角度 这些放空的人 他都是把主动权交出去的哦 我今天说一句实在话 放空的人说没赚钱 都没有赚钱嘛 都没有赚钱 好 假设 今天王雪红讲一句话 当然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话 那我只告诉你 这个趋势的发展就是这样 就是后面空 你们看这一段嘎空啊 这一段嘎空都是农卷下来的时候 这个上去嘛 这个上去农卷不敢再空了 这个农卷开始减少 他后面才结束的 然后农资去摊平 那你看农资一直摊平摊平摊平 上来的时候 这一段的农资 这一段的农资 跟这一段的农资 你看比较起来差很多 可是这一段农卷已经回到这个高水准了耶 所以他不嘎你才随便你 他一定嘎你 他一定嘎你的 很简单 今天两万多张的农卷耶 那你看他平均的一个成本在哪里 这盐物空上来全部都赔钱耶 他只需要讲一句话 农卷压力 农卷的压力就大了 股价就喷出去 他只要讲说VR我绝对不会去分割 那你们这些放光红达店的人怎么办 听得懂吗 我讲这个东西 我就再告诉你说 6月24号是红达店的股东会 王小虎一定会讲话 他一定会讲话 那他讲什么话 一定会影响到红达店短线上的股价 这种没有获利的公司 他取决什么 取决筹码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我们之前在七十几块的时候 跟他谈红达店的时候 我跟他讲过 VR救不了红达店 但是VR可以救红达店的股价一段时间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验证 我们后面再来验证 好 其实很多的产业的一个变化就是 它其实都是持续的 你看这是安晴那时候六十一块钱的时候 然后后面到七十八块钱 这时候的安晴跟这时候的安晴 基本面一不一样 一样 可是这时候你对安晴的想法是什么 这时候你对安晴的想法又是什么 都没有变哦 好 最近的安晴是这个样子的 跌下来了 好 那到底是不是大家的机会 到底是不是买件的机会 那取决是什么 第一 你要买多少 三 不未 第二 它什么时候会越过七十九块八 因为时间也是成本嘛 甚至于它什么时候会再越过九十一块三嘛 当然我既然跟你讲说 什么时候表示我的看法是 是什么 我对方向的看法是什么 今天鸿海去投资华汉 然后呢 这个延华的部分 它股价也强势 甚至跟这个华硕的部分 去转投资延阳 那么甚至于这个加斯达的部分 它去转投资有通 电子五哥几乎都到齐了 所以它代表是 它绝对是一个产业的趋势 但是今天趋势的发生 六十一块钱的安晴 它赚的也是这样 它营修也是这样 那么七十八块息 它赚的也是这样 营修也是这样 那为什么有大家不同的想法 那我只跟你讲说 六十五块六十一块我买很多 可是上来七十八块息 我没有叫你买 可是打回来的时候 我们后面再来验证 我们来验证什么 验证两个字 人性 就是人性 不是吗 那跌到六十一块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验叫小赫啊 对不对 很多的同业也在验 对不对 你看这个 买这个死定了啊 什么 想到七八七的时候 诶 想法不一样了 当然有人选择闭嘴 对不对 因为没什么好说啊 好说就是没拼啊 对不对 那今天掉下来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票的声音出来 其实我觉得有这种声音出来 是很好的 因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认同 都认同这家公司 或者是他的短期股价 就全部都进去了 那谁卖给我们的 听得懂吗 就好像说 现在全世界大家都不认同宏达店 那我今天说大家都不认同宏达店 不是你跟他叫做大跟家 是什么 是从数据上面看得出来 你看那龙圈空成这个样子 那你看不懂吗 你看不懂报表吗 看得懂啊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就是 大家就被嘎到了 从此被空了被嘎了 那再简单的道理就是说 股票市场就是不能跟输家走嘛 那现在放空红达店人都输 那你为什么直觉的想法 就是我要跟着去放空 前不后继 前不后继 你为什么不能够反个方向来想 我要去做多 对不对 胜算会比较大嘛 那有很多的东西是 当下在反应的时候 它是一个绝佳 绝佳的买点的时候 这我们证明很多次嘛 对不对 从131块 大家不认同 这边也是把我骂得臭头啊 对不对 好 然后涨到178块半 认同了 跳下去去买 太好牢了 又怪我了 对不对 又希望我帮他解决问题了 不是吗 你没有任何一个会员是追到175块以上 178块半的啊 那边是背离的位置点 我怎么可能叫你们试驾买进去之后 然后你们再拿我的教科书来指引我说 为什么背离一段叫我进去买 那不是很矛盾吗 不是吗 终极的方向都没有改变啊 但是这过程 这当中的过程 大家的二分之一是什么 技术分析的最高境界叫做看到未来 这张字卡写出来的时间是2012年11月13号 你们几乎每天都在看 2012年 今天2015年 快三年的时间 一张字卡 我几乎每天让它再秀 但是我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体会说 我们要去讲述的道理是什么 因为你来股票市场最终是要赚钱 那最终要赚钱是叫赚大钱 所以单纯那个四个号码两个字 就算它涨一倍 对你来讲都是小钱 因为你可能赚了一倍之后 输了两次五成输掉了 对不对 违心的波段 另类的商机 我们讲违讯 两趟的价差 好 这边跟大家预告时间的买点 最近都不动啊 对不对 当然它也没有大跌 它也没有大涨 那适当的时机 我如果要做动作的话 你觉得我需要在节目上告诉你 很多时候是我假薄啦 3617的硕天今天创下破断新高 当你们套牢的时候 我公开的卖出去你们套牢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你们会解套 解套了 但是第一 你今天要不要买 又是二分之一啊 第二 你有没有在这当中任何一个时间就把它卖掉 所以真的是四个要买两个字吗 真的是我讲的准不准吗 还是操作 回归到操作这件事情啊 所以回过头来 如果人家跟着我们操作 就是这三颗心 缺一不可 我从来没有折扣啦 真的 就算我要退休了 我也不会说 我们要退休了所以给你折扣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你真的有这个决心 真的有这个信心 这个有诚心 你再把它电话把它拨通 因为我助理跟你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都告诉你不二家这件事情 好 做好准备 拨通电话就对了 好顺牌咧 当这一颗 做会 来打拼 但是 龙城 非将在 不叫 狐马 杜鹰山 散户的 正义之声 化容点睛 感谢收看 欢迎的加入 电话拨通 彩运 恒通 再会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用预分构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构 五分构 救小鹤 救小鹤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哦 标普情码 新闻破敌 技术实战 投资报报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历史上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救小鹤 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取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救小鹤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救小鹤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096 111 早尿顺办 更多优惠哦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轰电了一个月 就算轰动时长 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1000元哦 请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